在野陣營舞巨頭 終於同框 先禮後兵 握手寒暄 選日不如挑日子 今天是個好日子 今天是美國的感恩節 才剛說完 今天是感恩節 下一秒郭台銘直接開大決 見指侯友宜 當初說好的三方會談呢 郭台銘先奠定自己是統窟角色 更公開直言 跟侯友遺憾 當初的約定很不一樣 硬是要逼馬英九 確認出席角色 不滿郭台銘接連嘲諷 侯友宜直接拿出柯文這簡訊 直接反擊 如果Predit要給郭董 直接在他家也可以 不然就找一個飯店都可以 他需要找一個旅遊退省 所以給他面子也是好的 太多人在看 所以要秘密見面也困難 所以乾脆公開見面 不要私下談 把私人之間的簡訊拿出來念 通常這個是名嘴跟側意在做的事 不是總統要做的事 這個不能這樣說 我是經過你的同意才練 柯侯為了簡訊吵了起來 郭台銘也隨即加入戰局 我是做一個見證人還做個裁判 我要問清楚 好 您就像馬總統一樣 做一個見證人 做一個攤檔 雖然你沒有參與 馬總統參與 但是馬總統從來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話 您就現場就視同 您是馬前總統的身份 我們非常的感謝 謝謝 今天現場是完全超出 我們的預計的基本 一場三方會談 主題都還沒先切入 卻先成為郭台銘復仇記 和後兩人同桌交鋒 也沒再可惜 政府總統登記前最後倒數 藍白巨頭碰面 檯面上針鋒相對 劇本走向已經超出預期